第一條就是index的題目 你要選擇這個算式和 express your answer with positive index 做法是怎樣呢? 首先就是把分子的 bracket 拆開它 就是把負3次方乘進去 變成m的負6次方 n的負15次方 分母就是m的負9次方 n的1次方 然後我們把負次方變成正次方 變成m的9次方向分子 然後分母 m的6次方乘n的1次方乘n的15次方 然後做約選 分子m的9次方 分母m的6次方 約選分子m的3次方 同底相除 次方相減 底不變 到分母了 n的1次方乘n的15次方 變成n的16次方